南端國中的實驗教育 南端國中的實驗教育是109學年度開始辦理 未來力教育是我們實驗教育的理念 它的主軸之下會有四個課程的主軸 包含學習力、探索力、實踐力以及表達力 會針對未來力培養未來適應的能力去做更深化的學習 實驗其實是學校這一邊要舉辦很多的課程跟活動 然後讓學生透過這樣的課程跟活動 可以去找到自己的興趣或方向 甚至他不只有學到課本或者是書本上面的知識 他可以學到的是實作的能力 譬如說他可以規劃完整的同軍的活動 甚至在這個活動當中他如果是擔任leader的話 他還要去負責協調還有檢驗說我們的活動是否安排好了 所以這樣子的多元或者是統整的能力 是我們整個課程實驗教育課程想要達到的 3-4-4小時 進去 蜜蜜 因為我們學校選擇了 要進行實驗教育 所以我們的老師 還有行政單位 都很大力的支持 只要老師有新的idea 都可以在禮拜五 共備的課程當中提出來 只要一提出來 我們各個處事都會協助 讓這樣的想法跟課程 就可以立刻實施 不會浪費太多的時間 參與各項科技的競賽 像5G AR VR等這些課程 然後也擔任教育成果展 還有城市博覽會雙語導覽的部分 對學生的肯定 其實我們也是有目共睹的 未來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 能夠在自主學習方面 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們也希望他們能夠 隨著實驗教育的理念 未來立的理念 能夠適應未來 也能夠在未來有所更多的發展 體現我們實驗教育當年的初衷跟理想 希望大家可以看 希望能夠在未來 發展 我希望能夠在未來